爱宝要被气疯了 老江去了一趟 中国就传来了一个气死熊的坏消息 那就是过两年还会安排乐宝和爱宝见面 继续筹备三胎的计划 这下乐宝要偷着乐了 心想一胎生一个 二胎生两个 那三胎真的是想都不敢想了 爱女士深叹一口气 和乐宝见一面把我关半年 这下辛辛苦苦待了三年 一切又要从头开始了 不过爱宝和乐宝这优质的基因加上显赫的家庭 趁着年轻再来个三胎也不足为过吧 毕竟乐宝可是妥妥的优质男士 虽然长着猛男的外形 但却是一个十足的爬耳朵 所以老江最会拿捏乐宝了 每次乐宝不听话的时候就叫爱宝的名字 真的是百事百灵 但就乐宝从来没有打过爱宝 就能算得上是熊中好男人的典范 要知道韩国就这两只熊 熊猫对泽尔方面是非常挑剔的 但却每次都能自然反育 要不是两人看对眼了 哪能三年爆撒 乐宝还是家族里最爱干净的 乐宝每次见爱宝都会提前洗漱一番 把身上的皮毛顺得油光水滑 见面后的乐宝动作举止十分的温柔 斩露着肚皮就让爱宝摸自己大脑袋 都爱宝开心 所以爱宝和乐宝就是天造地势的一对